巴黎奥运会收关了 本次奥运会从开幕式开始就非常抽象 巴黎奥运会 法国仿佛跟韩国过不去一样 开幕式运动员国家说成朝鲜 后续比赛中 法国奥组委公布的奖牌榜 把韩国的国旗弄错成中国国旗 仿佛世界是一个巨大的草台帮子 下面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这些松弛感的搞笑瞬间 1.徐卓一 戴最斯文的眼镜 画最猛的蓝 奥数变奥运 徐卓一 这位中国田径界的清流 彻底颠覆了大众对田径健将的传统认知 高大威猛 不存在的 他带着一张仿佛刚从奥数班走出来的脸 就这么闯进了奥运赛场 还一路超车 让不少老黑选手都望尘莫及 往上段子满天飞 说他参加奥运 竟是辅导员一具佳学分的诱饵 让人忍俊不禁 更觉得是 他那张脸撞脸高起胜 王勇的脑洞大开 直接把狂飙剧情移植到他身上 高家看上了奖牌 自然跑不掉 而骑着摩托车的林黛玉这称号 更是让一位女网友的脑洞 获得了三十多万人的共鸣 精准捕捉了徐卓一那独特的 文弱书生也能飞的气质 更有趣的是 他脖子上那条大金链子 配上那束眷器 简直是爆发护与书生的完美结合体 三 全红禅 对人小天才 拿捏小小鸡者 全红禅在后采访 简直让人拍案叫绝 面对那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提问 他三两下就用机智的回答给对了回去 看的人那叫一个过瘾 心里那叫一个舒坦 比如 记者问起夺冠的秘诀 全妹直接霸气侧漏 关键在我自己 接着 有记者还想当起英语老师 来来来 考考你 哪年英文怎么说 全妹表达不讳后 记者还不死心 要不我教你 全妹直接无语表示 不用了 我不想知道 更觉得是 有记者还玩起了矫情风 大家都关注你飞得多高 但我更关心你飞得累不累 全妹一听 白眼都快翻上天了 这话问的 谁不累啊 这回答 简直比直接说你烦不烦 还要犀利 三 安东尼 十年称肝无人知 一招法棍天下时 法国选手安东尼 阿米拉蒂 以一种别开生面的方式 意外地跃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8月3日 男子称肝跳 资格赛的赛场上 阿米拉蒂上演了一出 令人啼笑皆非的尴尬 瞬间 在冲击舞 70米高度的第三次尝试中 他不仅未能跨越成功 反而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 挂在了肝上 他的私密部位 意外地与肝子亲密接触 瞬间点燃了全场的笑声与惊呼 这一幕在网络上迅速传开来 阿米拉蒂因此被网友细血地 冠以巴黎新地标之称 他的名字成为了网络世界的热门话题 人们纷纷调侃 这法棍 果然硬气 虽失金牌 却赢得了全网的瞩目和择偶特权 看似比赛失利 实则阿米拉蒂以另一种方式 赢得了全世界 死张本志和 站起来是汉子 倒下是林黛玉 要说这件奥运会最搞笑的 还是张本志和 扬言团体赛复仇的他 很快打脸 倒下的那一瞬间 竟然神似林黛玉 张本志和操作简直卑微到家了 对战中国时 不求掌声雷动 只求对战外邪时 能听见点加油声 别让他唱读角戏 更有网友翻出了张本志和的早年采访视频 发现他一口流利的四川话 与电视剧《红楼梦》中贾宝玉的扮演者欧阳奋强 颇有几分相似 于是张本志和是贾宝玉转世的说法也不进而走 六 潘展乐 高到中央 刚从泳池爬上来的潘展乐 气还没喘云 就委屈巴巴的跟央视记者告起了状 我在下面跟查尔莫斯打招呼 他一点不理我 还有美国队的阿雷克西 我们训练的时候 教练在岸上 他还故意滚翻 那么大的水花 见在教练身上 就是有点看不起我们的样子 告状之后 还不忘补上四个字 这能说吗 这孩子 真是耿直又可爱 能说不能说 你不是都说了吗 被问及后充实 速度那么快 是怎么做到的 潘展乐更是实胜地回答 憋着一口气呢 今天终于把他们所有人都拿下了 而且在这么难熬的池子里 打破世界记录 真是非常好的一个表现 不用别人夸奖 自得先夸上了 这份真实自信 不内耗的惊奇神 让很多网友感叹 相比潘展乐夺冠 我更喜欢看他的凡尔赛 9.查尔莫斯 没礼貌还游得慢 被潘展乐脱粉回彩 这件奥运 他可真算是火出圈了 潘展乐被问到比赛结束后的感受 毫不避讳地对记者说 查尔莫斯的举止 真的很没礼貌 他不仅没有和我们这边的人 有任何交流 甚至还对我们的教练 表现出了不尊重 当这个说法 立刻在社交平台上 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广大网民 对于查尔莫斯的这种 不恰当的行为 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和愤慨 潘展乐后来接受采访时说了 原来他们之间的那点小误会 算是解开了 而且查尔莫斯那家伙的态度 也有了挺大的转变 每次与查尔莫斯 以及队内的其他中国队员碰面时 查尔莫斯总会很热情 主动地上前向他们问好呢 5.迪凯奇 那年我双手插兜 不知道什么是对手 专业装备 我不需要 因为我是天生的枪神 51岁高龄的土耳其 射击界传奇迪凯奇 在巴黎奥运混团10米空气手枪赛中 以一身轻松装扮 轻松摘得银牌 瞬间火遍全球 他的表现 就像是随意挥洒的几枪 十环便稳稳落袋 那份从容不迫 活脱脱一个杀手界的佛系高手 在奥运赛场上 演了一出杀手不太冷的戏码 更绝的是 赛后采访成了他的个人秀场 面对镜头 他非但不谈比赛心得 反而直接向前妻喊话 沙伦 别躲了 我知道 你再看 我的狗你得还给我 这话一出 网友们都笑喷了 直呼迪凯奇是现实版的奥运版扫地僧 深藏不露 一名惊人 二 蒂姆 埃尔特 浪里白条漏针钉 短裤上演消失数 央视破天荒大尺度直播 全国观众共赏白羊定奇观 话说2003年德国小将蒂姆 埃尔特 在冲浪短板赛场上来了一出意外走光大戏 首场预赛激战正憨 海浪汹勇间 他的短裤竟晚起了失踪 留下一幕令人捧腹的倒栽葱露水 臀部毫无遮掩的亮相全球 这哪是冲浪啊 简直是白羊定大放送 网友们笑称这是白羊定的升级版 水灵灵的钩子成了全球瞩目的焦点 这画面说是不忍直视都轻了 简直是网络世界的城市小高潮 被脑洞大开的网友封为现代版城市乐园 只不过这画中的主角 换成了尴尬又不失可爱的地母 七 纳达 哈菲兹 女强人疯狂输出 怀孕也无法阻拦 纳达 哈菲兹 这位埃及基建界的金国英雄 挺着七个月的运渡战上巴黎奥运的舞台 简直是现实版的剑纸苍穹 母爱无畏 在中国 这样的壮举或许难以想象 毕竟运期如履薄冰 谁敢轻易以他而安全为赌注 但纳达 他用行动诠释了何谓超越极限 尽管这选择让人捏把汗 却也让人不得不肃然起敬 他不只是为自己而战 更是身披国家荣耀 那份背后的勇气与信念 比任何利剑都要锋利 足以穿透一切质疑与挑战 奖牌虽未加冕 但他那份不屈不挠的毅力 和钢铁般的坚韧 早已在世人心中 铸就了不朽的封碑 纳达 哈菲兹 用他的行动向世界宣告 女性 无论处于何种状态 都能绽放出最耀眼的光芒 四 志田千阳 在颜值面前不用讲道理 颜值即正义 这位日本雨坛新秀 巴黎奥运首秀 便如彗星席空 光芒万丈 瞬间在全球体育版图上 刻下耀眼印记 赛后 一场泪水的洗礼 非但未剪其光彩 反而铸就了 泪眼皇后的传奇名号 输了金牌 却赢得了全世界穷迷的心 那泪水 晶莹剔透 如同春日细雨中的梨花 让人心生恋爱 直呼 这哭笑 绝了 就爱看他这动龙一刻 他 以颜值与笑容双重武器 轻松征服巴黎 一跃成为雨坛新晋 颜值担当 还有一些其他的笑料 比如 韩国乒乓球混双比赛 韩国运动员林钟勋 获得同牌 开心无比 因为他本来要去当兵了 现在奥运会有牌了 可以不用去了 国旗乐子 还有女子100米蝶泳半决赛 阿根廷选手出场时 背景墙上突然出现了中国国旗 远动员本人看到 都猛了 外网爆火的唐前亭 同款泳衣 在北京跟打光下 完全杀戮身材 老外都想要同款 总的来说 这次2024年巴黎奥运会 有感动人心的瞬间 也有搞笑的瞬间 还有抽象的瞬间 就这么结束了 还是有点舍不得 一起追直播的时光 大家对什么时刻记忆最深刻呢 还有什么搞笑名场面吗